大家好 我是未来之心 现在我和李梅拉还有小伟的话出来逛街 李梅拉 哈喽 李梅拉带着她小宝贝 就是李梅拉姐姐的这一个孩子 我们还有小伟的话 带小伟出来逛一下街 认识一下街的蛮多 小伟的话非常的勇敢 这一个看见了一个美女 大家看到了没有 小伟搭上的美女 这美女的话非常像中国人 我就不近近距离去看了 小美女的话 在买尼布尔特斯小吃 小伟的话就非常勇敢的去搭上了 你看已经要到了 这一个联系方式 已经取得了联系 大家可以看到 在交流 看他们在用什么交流 我来看一下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搜索别人 有搜索到 什么 我是有风男的 他也是在积极的找我的女 你看他说都是非常乐情的 这个女孩子非常乐情 你不管女孩子非常乐情 这个女孩子的皮肤非常的白 其实比我老婆 比女妹的话还要白一点 这个女孩子 大家看漂不漂亮 大家觉得漂亮的话 可以在我的评论下方 或者在谈目的话 可以打些六号 这女孩子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应该是已经高中毕业了 可能已经是读大学 小伟的话真的是勇气可嘉 我要带小伟出去多逛一下 多认识一些这个人 因为小伟第一次来的话 一下飞机的话就被一个女孩子给 被一个女孩子认识了 咱们看一下 看他们交流成功没有 我们在一旁默默的等待 勇气可嘉 如果要来尼泊尔的 粉丝和网友的话 一定要向我们小伟学习 小伟的勇气真的是非常的好 看着人的话他不会感觉陌生 也不会感觉唐突 非常有礼貌的打了个招呼 交个朋友 现在打他的电话 然后我就用短信把我的名字发给他 然后他就搜索我 就可以找到我了 他们已经在一个交流成功 成功做上的普通朋友 如果能够进一步交流 做上好朋友的话 期待 期待下次吧 我们下次 他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去去喝杯咖啡 我们期待下一集会更加的精彩 我也会跟踪小伟 他在寻找交朋友的一个过程吧 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 好的我们还是稍微离远一点离近一点的话 感觉那女孩子会很不好意思会很害羞 因为那女孩子还在买东西吃 离远了 离远了 离远了在这里也感觉挺无聊的 特别羡慕小伟 特别羡慕小伟 她是谁 她是我朋友 我朋友 小伟我朋友 这女孩子真的是皮肤非常白 非常像中国人 我相信很多粉丝看了这位 这个 小伟认识的这位女孩子的话 都会很羡慕的 想必肯定非常的羡慕 还握了个手 小伟真的是特别有礼貌 还握了个手 我认识朋友的话 我一般都是 我没有握手 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但是小伟的话非常有礼貌 你看他会握个手 会首先打个招呼 又不失礼貌 而且又不觉得唐突 让女孩子会觉得你这个男孩子 会非常好 非常的干净整洁 有礼貌的一个男孩子 很愿意和你这个接触 你看他们相谈甚欢 你看小伟谈的真的是 我都不好意思去凑到前面去 听他们说什么 聊得太好了 聊得太好了 那女孩子的话 买了小吃的话 还想请小伟吃了 你看那女孩子 想请小伟吃美食 哎呀 我里面了 里面了在旁边的话 你看 你看小伟已经拿到了这个吃的 这个美女请小伟吃 里面的话 现在在一旁的话 都是羡慕嫉妒恨的 这个小伟的话 就打算去买单 大家可以看到 小伟已经拿钱了 小伟拿钱了 因为小伟 不太好意思了 美女请她吃 去这个小吃 所以 掏钱 没掏钱 还是美女 美女请小伟吃的 这是 我是不敢尝试 我是没有这个勇气尝试 但是小伟的话 今天勇气可嘉 美女请小伟吃 吃尼泊尔的这个特色 这完全是这个 我们无意中的 这个认识的一个朋友 看见小伟看见这位朋友 在这里吃美食 所以就鼓起勇气去认识的 完全是这个街上认识的 大家可以学习小伟的勇气 真的非常羡慕 真的非常羡慕 这样简单认识一下 这美女 我觉得 对小伟的印象非常好 你看 还请小伟 吃零食 聊得真的是太好了 聊得真的是太好了 我觉得我都要向小伟学习 真的要向小伟学习 他们还在聊 已经聊了有十多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 其实小伟的音语还是非常好的 不是说非常好 去简单沟通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这个简单认识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小伟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优势的话 就是小伟他的勇气非常的 非常的好 就是说 非常有礼貌的去认识一些 女孩子 不是很唐突 很有礼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德和素质 好的 现在他们的已经认识了 那我们就先坐在这里吧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我的这个小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